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12年考试的单选题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 在2016年采购报告于2016年3月1日对外报出 该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有一项未决诉讼 金斯坪律师估计很可能败诉并预计将支付的赔偿金额 诉讼费等在760万到1000万元之间 其中的送送费值7万 为此甲公司预计了880万元的负债 207年1月30日法院判决甲公司败诉 并需赔偿1200万元 同时承担诉讼费用10万 说上述事项对甲公司206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是多少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说是1200万的赔偿 承担诉讼费10万 也没说不同意 那你肯定要把它全部记录到报告年度 那报告年度就应该是利润总额 一个送送费要承担另外只会赔偿1200亿呗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眼相地肯定是正确 我们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这是09年新制度的一个考题 甲公司208年12月31日应收乙公司账款2000万 按照当时估计已提换量准备200万 209年2月20号甲公司 获悉乙公司于209年2月18日向法院申请破产 甲公司估计应收乙公司账款全部无法收回 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径盈余公计 当年8年度的财务报表于2019年4月20日 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处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应该资产付代表日后事项 减少208年12月31日 未分配利润的金额是多少 我们是日后事项 那你去看调整部分对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原来的当时估计提坏仗准备200万 然后呢这里面说全都无法收回了 那我们要补提的数字当然2000减2001800呀 1800是税前的影响 那如果说要是给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我们要算税后的再乘以1减去适用所得税税率 这里没有给定适用所得税税率就不用管它了 但接下来呢人说的是未分配利润 那由于税后的这一块 说10%提法径盈余公计呀 那你税后的应该乘以90%才对呀 所以这个金额数呢 应该是2000减200相当于税前的 然后要乘以1减10%吗 把盈余公计扣了 也说过要是告诉适用所得税率 比如说25% 我们这里还要再乘以1减去25% 一定是这样 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甲公司16年度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酬日 17年的3月10号之间 发生了以下交易或事项 第一个 因被担保人财务状况恶化 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款 17年1月2日 贷款银行要求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履行债务担保责任2000万元 因甲公司于16年年末 未取得被担保人相关的财务状况等信息 未确认与该担保事项相关的预期负债 开始没有确认 没确认也不是说就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取得信息 以为他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现在贷款银行是要求甲公司 按照合同约定要履行债务担保责任了 要赔2000万 所以这肯定应该属于一项调整事项 要把它在16年的报表上进行反映的 我们看第二个 16年12月发出且已确认收入的一批产品 发生销售退回 商品已收到冰入库 这是报告年度销售的商品 日后事项期间退货了 当然属于一项调整事项 再看下面第三 经与贷款银行协商 银行同意甲公司 一笔将于17年5月到期的借款展期两年 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 甲公司无权自主对该借款展期 那你日后事项期间 虽然说银行同意展期了 但在资产负债表日 也跟大家谈到过 就是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如果企业无权自主展期的 虽然日后事项期间展期也改变不了 在资产负债表日属于流动负债的性质 所以它不应该属于调整事项 你不能说由流动负债把它调整到非流动负债的 第四个 董事会通过利润分配预案 你对16年度利润进行分配 那当然与调整事项没关 这个事项应该是要进行披露的 属于典型的非调整事项 再看第五 16年10月6日 以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甲公司赔偿专利侵权损失600万 至16年12月31日 法院尚未判决 经向律师咨询 甲公司就该诉讼事项 于16年度确认预计负债300万 17年2月5日 法院判决甲公司应赔偿与公司专利侵权损失500万 那这个呢是 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已经确认预计负债了 结果日后事项期间 赔偿的金额跟原来不一样 显然要做一个调整事项来进行处理 第六 16年12月31日 甲公司应收秉公司账款余额是1500万 以计题的换账准备是300万 17年2月26日 秉公司发生火灾造成严重损失 甲公司预计该应收账款的80%将无法收回 我们知道这项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事实 在资产负债表日是不存在的 是日后的发生的 所造成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不应该作为调整事项 应该是作为非调整事项进行披露 而下列甲公司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呢 对于利润分配预案 应在财务报表复诺中披露你分配的利润 那应该是利润分配预案的话 肯定要进行披露的 属于向非调整事项进行披露 B呢 对于诉讼事项 应在16年资产负债表中调整增加预计负债200万 那也就是说 那一项 预计的诉讼 原来呢是 确认了预计负债是300 那17年2月5号法院判决假公司赔偿乙公司侵权损失500 如果说 我们要是认为 同意500万 你要把原来预计负债给充掉 如果不同意要充钱的估计 所以显然不会说调整增加预计负债是200万 C呢 对于债务担保事项应在16年资产负债表中确认预计负债2000 原来是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一点没确认 但担保这个事儿在资产负债表已经有了 日后事项期间 判赔偿的支出2000万呢 所以你要资产负债表日就要确认预计负债2000 这是没问题的 D呢 对于应收 丙公司款项 应在16年资产负债表中调整减少应收账款900万 我们也知道应收丙公司的款项 它并不属于调整事项 是日后发生情况的事项 当然不行 E呢 对于借款展期事项 应在16年资产负债表中将该借款自流动负债 重分类为非流动负债 不可以的 不能分 它就是流动 只要是无权自主展期 无论日后事项期间 是否和银行签订展期合同 它都是资产负债表日是作为流动 那这个A和C是正确的 我们下面是第三节 非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是非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非调整事项我们前面也谈过它的概念 是说在日后发生情况的事项 事项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 重要的要进行披露 你大致知道这就可以了 至于披露什么 一般我们考试往往并不要求 你就知道它要进行披露 还有一点要进行说明的是 在日后事项期间 董事会的预案里面 你分配的现金鼓励 那么这一块呢 应该是作为非调整事项进行披露的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6 甲公司16年度财务报告复诸中 对资产负债表日后发行债券的说明 其实这是一项非调整事项 就应该是怎么进行披露就完了 你把这事实说一下 比如他说16年10月17日经中国证券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甲公司过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的面值 不超过20个亿还20个亿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 首次发行债券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50% 自核准发行值的6个月内完成 其余债券各期的发行 自核准发行值的24个月内完成 然后说17年的1月26号 甲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面值10个亿 提向5年 凯平率6.6% 于17年1月27日实际收到 salsa 这就是说大致说一下描述就行了 就可以了 再比如下一个披露的 甲公司16年度财务报告附诺中对资产付赖表日后事项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说根据17年3月16日董事会的决议 你以16年12月31日的股份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股票股利0.5元 含税 共计分配股利12个亿 股利分配预案上代共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就是要进行披露进行说明 了解下这事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看15年的考试的这个综合题 注册会计师在对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 2014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 对其当年度发生的下列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提出疑问 希望能与甲公司财务部门讨论 就下面的一些事项 这个讨论呢先是一般我们要看其他资料然后再看要求嘛 其他有关资料给了利率575%的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呢利率675%的年金限制系数 利率575%的复利限制系数 利率675%的复利限制系数都给了 本厅中有关公司 居按净利润的10%计题法定盈余攻击 不计题任意盈余攻击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判断甲公司对有关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对于不正确的说明理由并编制更正的会计翻录 无需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科目 15年16年我们的日后的调整事项 体理就是明确 无需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不像我们书上这一张的例题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事项 1月2号 甲公司自公开市场 以2936.95万元购入以公司于当日发行的公司的债券30万张 该债券每招面值是100 票面年利率5.5% 该债券5年期 分期复期 于下一年度的1月2日支付上一年的利息 到期款本 甲公司你长期持有该债券已获得本息的流入 因现金流充足 甲公司预计不会在到期前出售 甲公司对该交易 事项的会计处理如下 会计分录中的金额单位是万元 做的分录 借方借记持有之到期投资3000 代方银行存款2936.95 财务费用是63.05 然后接下来借方借应收利息165 代方投资收益165 那我们知道 购入债券的时候 持有之到期投资是付出的对价的公运 实际支付款项中除非有已到福西基上位领取的 那作为应收利息 而这个根本没有设计 那如果有相关费用也要进到成本里面去 那这笔分录的显然就是不行 持有之到期投资记录的金额数应该是2936.95 但是这里面反映的是3000 不行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算投资收益时也不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计算的 它只是按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30万张 每张的面值是100 这应该是 3000 3000乘以5.5% 165 应收利息没问题 按照面值票面利率计算 而投资收益要体现期出 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但是这个实际利率没有给 没有给给定了年纪限制系数 复利限制系数 你要求我们要自己进行计算 你要会判断啊 现在购入这时刻支付的款项是2936.95 而债券的面值呢应该是30乘以100 应该是等于一个3000 那你会看到 市场利率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肯定比票面利率5.5%要高 你别到时候选5%的出个方向路线错误就麻烦了 那就选6%呗 6%试算 当你按照6%把未来的利息和本金折现时 要和2936.95正好相等 那个利率就是实际利率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事项 假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不正确的谈理由呗 你划算为持有制导机投资的 那要按照实际利率法采用贪于成本计量 不能按照面值与购入价款差你直接进入当期的损益 所以我们一个更正的分路就是 要把财务费用给充了 他的63.05 应该借财务费用代房持有制导机投资利息调整 你要反映到利息调整里去 面值部分反映到持有制导机投资以及科目成本 就反映到成本名息科目 面值和公允的之间的差利息调整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算算这实际利率 因为你真正算投资收益时 应该是要按照 期数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我们把 以后各期的利息 每期的都是165 然后要乘以 利率675%的年金限制系数 本金一共是到73000万 我们要乘以利率6757%的 负利限制系数 然后把这个系数带进来 带完之后你会发现算出的限制数 正好是我们的发行抽款2936.95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实际利率就是6% 就行了 实际利率6% 我们真正确认投资收益数呢 就应该期出贪于成本2936.95乘以6% 但我们前面的确认投资收益数是165啊 它只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的 所以会调增11.2 调增是当然代方就会代计投资收益了 那借方就是持有之道级投资利息调整的 也就是我们开始利息调整的一个探销数 这题还是比较经典的 基本上我们考试 如果说要是没给实际利率 只要我们方向判断正确的话 这个利率基本是整的 比如说它不会给你介于6%到5.5%时间 直接就是差不多1%算就行了 这个题目 我们看第二个实项 7月20日 甲公司取得当地财政部门拨款1860万 用于资助甲公司 2014年7月开始进行的一项项目的前期研究 研发项目 该研发项目预计周期为两年 预计将发生研究支出是3000万 项目自2014年7月开始启动 至年末累计发生研究支出1500万 和全部以银行存款支付 甲公司对该交易会计事项处理 和借房借记银行存款1860 原来呢我们整个的政府补助 寄损益的用的是盈利外收入 如果按照最新的日常活动的寄到其他收益 非日常活动的 那你影响损益的才是盈利外收入 所以我再加上一个其他收益 如果说再有这种题目呢可能就是用其他收益了 1860 那下面呢借房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1500 带银行存款1500这没有问题本来实际发生的 他又把呢 研发支出 资本化费用化支出这一部分转到管理费用也没问题 所以借记管理费用带房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这是费用化的这一部分 问题就是在整个这一块不能都及当期 这说 收到的款项用于补偿以后的 那你影响损益的要分期 我们先是反映到低延收益以后呢 再把它分期 形成这种收益 所以应该说 第2个事项会计处理也不正确 理由呢 这项补助是企业的研发费用 那属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然后应当着时间进度 或者是以发生支出在预计总支出比例去节转进损 所以当时答案呢 按照研发的进度 进行的调整 或者按照预计总支出的比例调整都算正确了 那我们如果说 按照时间来 一共两年的时间 现在只过去半年 还剩 一年半呢 那因此我们真正的 你要冲掉 营业外收入或者其他收益的数字 那就应该是要考虑到 18个月呗 2月24个月嘛 所以1860乘以18除以24 1395 然后代定元收益 原来不是说 都反映到营业外收入了吗 你只能留下1860的1分之1 所以冲掉3分 如果要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数 实际发生是1500了 而预计总的支出数呢 只是3000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冲掉一半呗 会有借记 他要给其他收益就其他收益 我们那年考题呢 是赢100收入就赢100收入 代方代地元收益 就是这个题目 我们再看下面第3个事项 甲公司持有的乙公司200万股股票 于2013年2月以每股12元购入 且对乙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甲公司将其化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3年12月31日 乙公司股票的市价每股是14块钱 自2014年3月开始 乙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下跌 至2014年12月31日 已跌至每股4块钱 甲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具体减值的会计政策为 市价连续下跌6个月或市价相对成本跌幅 在50%以上 应当具体减值 甲公司对该消息或事项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是2000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0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相关的 开始购入的时候 每股是12块钱 2013年底呢 股票价格是每股是14 2014年就开始下跌了 2014年底跌至每股是4块钱 那购入这个股票 他只考虑一个什么了原来是14现在每股是4块钱每股下降10块钱 200万股把这个2000的反应了 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是发生减值 还要把以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供应价值变动寄到其他总额收益的得转出 那个当时还有多少呢 你是200乘以12跟200乘以14啊 当时有其他总额收益 增加的应该是400呀 你得给转出嘛反映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 而事实上大家也知道 资产减值损失数根本就不是2000 应该是多少呢 开始是 每股12现在跌至每股4每股18 200万股应该是1600万 那当然这个做法就不对了 事项三 假公司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体检值时要把原来的 有过其他总额收益的都冲了 转到损益里面 这个题目的其他总额收益原来应该是待放的 因为是供应价值曾经由12到14上升了 我们冲掉呢 借记其他总额收益代放资产减值损失400 再看第四个事项 8月26日 假公司与其全体股东协商 由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的方式解决生产线建设资金的需求 8月30 股东新增投入假公司资金3200万 假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存入银行存款账户 9月1号 生产线工程开工建设 并于当日即12月1日 分别支付建造承包商工程款600万和800万 假公司将尚未动用增资款向投资货币市场 月收益率0.4% 假公司对该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记银行存款372代放资本公司372 然后借资金工程代银行存款1400 又做了借记银行存款代放代季资金工程38.4 又给了一个计算的过程 这过程说 有没有动用的资金 存在银行里面取得的收益 但是我们知道这部分资金根本就不属于专门借款 只有专门借款的 资金有被动用部分才可以考虑 充减资本化金额或费用化金额 那这笔分楼肯定是不对了 然后呢说收到的这笔款项 他呢股东投入的借银行存款代资本公机372 要不要更正 那看他怎么讲 如果说在工商都办理好了增资手续肯定要反应到股本里面去不是资本公机 只是一种接受投入工商没有变更 你可以不用更正 就在资本公机里也可以 所以 更正不更正那一笔由资本公机转不转失收资本应该都没有问题 他也不会算你的错误更正也不会算错误 主要的问题是 不应该把 这部分的收到的利息 充减资金工程 应该的要充财务费用 所以我们就做这样一笔分漏借方资金工程38.4 贷方财务费用38.4 当时给答案投的收益算对了 我们下面再看一下11年的一个综合体 甲公司为一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按照当年实现净利润 的10%提取法定盈域工机 2011年3月 新华会计事务所对甲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审计史 现场审计人员关注到其2010年 以下交易货事项的会计处理 假定甲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表于2011年3月31日批准对外报出 本题不考虑增值税所得税 及其他因素 要求 根据资料1-6 逐项判断甲公司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并且要说明判断依据 对不正确的会计处理 编制相应的调整份诺 那你一个一个来 第二计算甲公司2010年度财务报表中存货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的 调整金额 和减少数以负号来进行表示 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事项 1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 合同约定 甲公司将其办公楼以4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 同时甲公司自2010年1月1号至2014年12月31日至 期间可继续使用该办公楼 但每年 末 需支付乙公司租金300万 期满后乙公司收回办公楼 当日该办公楼账面的原值是6000万 以既提折旧750万没有提减制准备 所以你看这块谈到它的账面价值原价减据累计折旧 会形成一个账面价值 那应该是5250万 预计上个使用年限35年 那我们再看 同等办公楼市场售价是5500万 我们现在的 办公楼合同约定以多少价格出售的 这是属于它的售价 那售价是 4500万 同等办公楼市场售价5500 售价是低于公寓 然后市场上租用同等办公楼 需每年支付租金520万 这是一项售后租会交易形成借应足利 然后要说售价 低于供应价值 你要是有损失的 当然是有损失啊 损失我们会看到是多少呢 应该是750 账面价值5250 售价14500 那这个损失 要是能够得到补偿的 我们要低延 不能得到补偿的 当期全部确实没损失 我们现在每年需付的租金 是300万 市场上需付的是520万 一年是差了220万 我们少付220万 那现在这个时间 20毛0年1月1号到20毛4年底 一共是5年的时间 显然 220万乘以5 比这个损失750万肯定是多了 也就是说这部分损失能够得到补偿 那这个我们要清楚 1月10号 账公司收到以公司支付的款项 并办妥办公楼的产权变更手续 账公司会计处理 20毛0年确认盈利败支出750万 管理费用300万 就说把整个办公楼认为都卖掉 寄盈利败支出了 租金能300万 寄管理费用了 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要说他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售后租费交易形成接应足利 看他是不是按照供应价值达成的 我们也谈到了如果说按照供应价值达成的 没问题 售价占面价值之间的差 你要卖固定资产 应该支出了 没问题 这个不是按照供应价值达成的 售价的又低于资产的供应 并且这份损失能够得到补偿 能够得到补偿就低延 以后来进行分 整个的损失是750 我慢着五年呗 来进行分就可以了 所以 在做固定会计处理的时候 他记得 营价外支出750全不要充掉 借低延手 代方在营价外支出 然后你把本年摊销多少 只要摊的是五分之一 五年吗 每年摊销的小党 750除以五 那你要记管理费用 不是营价外支出 借方管理费用代方的地盐收益 150万 这是第1个事项 我们再看下面的第2个事项 1月10号 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建造合同 为丙公司建造一项大型设备 合同约定设备总造价450万 公期自20毛零年1月10日起 一年半 如果甲公司能够提前三个月完工 丙公司承诺支付奖励款60万 当年受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 甲公司实际发生建造成本是350万 预计为完成合同上须发生成本是150万 工程结算合同价款280 实际收到价款是270 假定工程完工进度 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年末 工程能否提前完工 尚不确定 甲公司会计处理 20毛零年确认主营业务收入357万 截转主营业务成本350万 工程施工科目余额357万与工程结算科目的余额280万 差额77万元列入资产负债表存活项目中 那这个我们得经过计算才能够判断出他确认的收入到底对不对 截转成本350万那你预计是发生的 那没问题 关键收入 好呢看一下这个题目 经过计算的最后知道他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不正确的原因呢他把收入啊 有个60万奖励款 在20毛零年时已经计入到了收入总额那不行 还没有不到时候 那我们看一看 年末的完工的完工进度以发生的成本350万要除以合同预计总成本 这个数字350加150 完工进度是70% 这样的当期要确认的收入应该是450不要用517进行计算 合同总收入在20毛6年只有 最开始的初始的收入 最开始的初始的收入 是450 我们要调整的就工程实工合同毛利呗 42万 要做这一步 之后呢我们还要考虑什么问题 如果说 合同总收入450万 不是510万那60万不算的话 就会出现的到资产负债表日20毛零年底 存货的预计 总成本已经比预计总收入多了 我们总成本的是已发生的305完成合同还要发生的是150 一共是500 那预计总收入已经小于合同预计总成本 所以我们要确认合同预计损失 那你确认合同预计损失时也就是说合同预计总成本减去这个时刻 合同预计总收入当然还是450 然后再乘以1减去70% 等于15万 因此还要补一个 对他提减值准备的分路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失务 代方存货提价准备失务 这个事项呢 咱们会看到 是存货减少多少 工程施工 代方减少存货 因为我们的存货说是工程 施工减工程结算 那你代方的肯定是存货减少了 对他提提价准备15万也使存货减少 15万 加在一起这个事项存货减少57 因为我们后面会谈到有一个是影响存货金额的问题 再看第3个事项 10月20号 甲公司向丁公司销售 M型号刚才一批 售价为1000万 成本是800万 刚才已发出款项已收到 根据销售合同约定 甲公司有权在未来一年内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自禁公司回购同等数量同等规格的钢材 这是一项售后回购 截至12月31日 甲公司尚未行使回购的权利 据采购部门分析 该型号钢材市场供应稳定 甲公司会计处理2000年 确认其他赢付款是1000 同时将发出钢材的成本截转至发出商品 那对于售后回购 会计处理时一定要看一看回购价格怎么定的 如果说回购价格事件定好 他就是一项融资 我们收到的款项要确认为负债 根本就不能确认收入 那如果说回购价格是按照回购日的市场价格回购的 这种情况风险报处算转移 我们把商品卖掉就算卖 以后回购是算买 那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看到 说的是什么有权在未来一年内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 来进行回购 所以回购价是回购那时刻的市场 显然我们发出商品是风险报处算转了 转的话就应该要确认收入 然后再去 结赚以后商品成本不是确认其他赢付款 那么更正呗 所以这个更正 你会有借记其他赢付款代主应又收入1000 他把扩存商品转到发出商品了那不是啊 确认收入就要截断移收商品成本 借主应业务成本800代方代发出商品800啊 那就这样来处理 对于收获回购 查诵庚这也经常出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呢就说 他确认收入了不应该确认收入 也有关 那你把确认收入充了呗 那个充的话就会借记主应业务收入带其他赢付款了 那就看他怎么说 反正要会辨别 再看下面的第四个事项 10月22号 甲公司与务公司合作生产销售N设备 务公司提供专利技术 甲公司提供厂房及机器设备 N设备研发和制造过程中所发生的材料和人工费用 由甲公司和务公司根据合同规定各自承担 甲公司具体负责项目的运作 但N设备研发制造及销售过程中的重大决策 由甲公司和务公司共同来决定 N设备由甲公司统一销售 销售后甲公司 需要销售收入的30%支付给务公司 当年 N设备共实现销售收入2000万 甲公司会计处理 20毛零年确认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 并将 支付给务公司的600万元作为生产成本 截转至主营业务成本 我们知道这是一项共同经营 共同经营呢 对于 参与方 当然这看的肯定属于参与方的都是合营方了 还用两家吗 应该是按照比例确认收入 比例分 不是说你把收到的钱都自己确认收入 所以呢 他确认收入2000万不对 他要确认收入这边只是自己的一部分 30%那部分应该是给别人的 我们正常来说应该是如何处理 收到这笔钱比如2000万 你可以 银行存款增加2000 那我们确认主营业务收入只能1400 代方其他应付款 600倍 然后你把钱给人家借其他应付款带银行存款 结果他的做法收入2000万都确认了 然后把支付人的钱的作为主营业务成本 显然我们应该把600万的收入给充了 600万的主营业务成本给充了 一项共同经营 那先得说事项4会计处理不正确 都要明确 会计处理正确不正确 属于共同经营 按照各自享有的份额确认收入去 调整份论的借房主营业务收入 代主营业务成本600万就行了 我们再看第5个事项 12月30日 甲公司与新银行签订债务冲突协议 协议约定 如果甲公司于次年6月30日前 偿还全部长期借款本金8000万 新银行将豁免甲公司 20毛0年度利息400万 以及预期罚息140万 根据内部资金筹措及还款计划 甲公司预计在20毛1年5月还清上述长期借款 是在下一年 甲公司会计处理 20毛0年确认债务冲突收益400万 未计提140万元的预期发息 我们会计要求 过去交易事项进行处理 你现在还没有还清呢 没还呢 没到债务冲突日 确认债务冲突收益当然不对 没到那时刻 我们就不能说 利息不计提 你该计提还得计提 这种预期发息 所以要说事项五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呢债务冲突以偿还本金为前提 你现在没到时候没到债务冲突日没还呢 不能确认债务冲突收益 你可以说没到债务冲突日 然后你现在支付的预期发息 它也构成甲公司20毛0年底的现实义务 你还要进行反应 所以债务冲突收益就得给冲了 借到营地外收入我们会有借记营地外收入 代方代计长期借款 或者应付利息400 然后没有预期发息要反应 要预计 因为它仍然是这时刻的现实义务 符合负债确认条件 借营地外支出140 代方预计负债140 这样 我们再看第六个事项 12月31号 因合同违约备诉案件尚未判决 经咨询法律顾问后 甲公司认为很可能赔偿的金额是800万 20毛1年2月5号 经法院判决 甲公司应支付赔偿金500万 当时人的双方均不在上诉 甲公司会计处理 20毛0年末 确认预计负债和营地外支出800万 法院判决后未调整20毛0年度的财务报表 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调整事项 原来呢 我们认为很可能 赔偿的金额是800万 法院判了500万就够了 够了我们当然要把报告年度 寄到营地外支出的800万 肯定得调整到500万才是对的 肯定要做出调整 所以事项6会计处理不正确 都是要相应的做这样的说明呢 理由呢 就说它是一个调整事项了 我们怎么进行调整 那就说 预计负债的800万肯定都冲掉 没有任何问题 这事已经了结了 不是一种 预计负债的概念了 要预计负债有就得 要进行披露的 然后呢 我们代方是营界外支出 300原来是寄的是800吗 我们要冲掉300 营界外支出最终反映的是 500万才对 那你说我们要是 付钱了 你也得通过其他应付款 然后再做借记 其他应付款代行付款的分路 没付钱 那当然就其他应付款 后面这笔分路就把前面的一些涉及损益的 最终说调了盈余攻击 一共的是503 10% 调盈余攻击 这我就不在意的进行说明了 然后最后 第二个 就是让我们算这些调整的数字 调整数字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存货 一个是属于工程师工那个存货减少57 另外一个呢 你会看到 就是说 有一个售后回购 会计处理时他寄到发出商品不能寄发出商品 我们的里面减少了一个800 就是借房调整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代寄 发出商品 那是一个 对于呢 营业收入调整的 你从前面的分路里面也是可以看到的 工程师工当时呢 有一项 我们要把收入啊 他记错了 充减一个42 然后呢再有 就是说 对于售后回购 他没有确认收入 那没有确认收入的时候 就说我们应该是 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你相应的就要确认收入 还有一个共同经营的 他把收入记多了 那么收入呢应该是 1400他记成2000 所以充掉600倍 最后营业收入调整的金额是358了 营业成本调整的 同样一个是售后回购 因为我们是确认收入就要截赚一收商品成本啊 那这个呢营业成本会调增800 另外一个他是把共同经营充减了 那我们的主营业务成本调减了是600最终是200 那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一章呢 我们应该是要掌握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的判断 然后呢要掌握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当然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的考试在会计处理部分 不见得涉及损益的通过以前连动损益调整 反正不通过的话 你要把它给掌握好了就可以了 重要的非调整事项要进行披露 就可以了 那这一章就到这里谢谢大家